那這樣我就開始進到我的質疑 麻煩請部長跟署長跟吳署長 好 徐部長吼 吳署長 已經沒有這個例子了 嗨 文好 部長 我們因為在這一次的國務計劃法 當然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因為在這個疫情的時候 又可能因為礙於時間 所以我們就提出了一個行政院版的修正案 但是我剛剛聽到 那麼多的質疑 因為這是行政院送過來的版本 但是我看部長剛剛您的意思一直在說 好像都說你們都不捍衛 也不是不捍衛 因為大家有共同的意見 那經過立法行政協商 立法協商說15條不處理是這樣子 一般來說協商是後面 可是您現在基於你是主管機關還有署長 你們不是應該要捍衛行政院版本嗎 因為行政院也是跟行政立法已經協調好 所以我當然還是 你是可能是跟民進黨協調好吧 沒有跟 因為都還沒有進到法案的審查 所以應該沒有叫做跟誰協調好 他們有行政立法有協調 這分兩個層次不同的部分 我想問一下部長您的看法 今天如果你是因為不只是15條 好幾條你們都覺得你們都尊重 那你又不撤回 這分為兩個部分 不撤回的意思是你們認為說你們還是對的 只是你們尊重立法院的意見 因為撤回也要 對於有爭議的部分你們占不討論 但是你們還是認為你們是對的 這是一個層次 撤回也要 你也送出來的版本是不對的嗎 如果你不撤回就代表你們認為你們是對的 只是尊重立法院 這是不一樣的意見 就意思就是說 代表未來 你還是有可能有機會 你還是會送進來審查 我們正常安慘 我們正常安慘 像以前在議會啊 我們送出去的案子啊 那後來有議員也撤回來 這也不代表議員的 他都認為他的是錯的啊 不一樣喔 因為委員是委員方式 行政院的版本 是經過主管機關 常常還要經過政務委員 還要經過行政院院會 是一個非常非常嚴謹的過程喔 我自己也當過政務官 政務官竟然可以不為行政院的版本 做任何的捍衛 然後呢只說我尊重立法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根本就應該要撤回 尤其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大家意見這樣 我們就按照大家的共識 國土計畫審議會 是在內政部還是在行政院 請問一下 是內政部的國土計畫審議會 還是行政院國土計畫審議會 你不要推給行政院啊 你不要推行政院啊 國土計畫就是內政部的職責啊 你不要推行政院喔 要不然 我今天你看到蘇貞昌說 有政府請安心啊 沒有啦沒有啦 現在這個圖啊 有政府請安心啊 結果呢 你們政府的版本喔 政府版本完全都不用顧耶 沒有啦沒有啦 我沒有不用顧啦 那當然要顧啊 國土計畫審議會 現在內政部不是在行政院喔 所以現在這樣 你不是 你在規避 你在這法案 你必須要進行政治說明 你們提了這個案出來 經過行政院核定 你當然就必須要說明啊 行政院也有國土計畫審議委員會 行政院國土計畫審議委員會是 沒有行政院沒有定要點啊 他並沒有行政院國土計畫審議會的設置要點啊 並沒有啊 行政院有自己訂 有自己訂 然後他有 然後幾位委員 跟委員報告 我們全國 我們全國的國土計畫審議委員會 就是行政院審議的 所以 但是你是在內政部的國土計畫審議會設置要點嗎 內政部是省縣市的 但是全國的是行政院 所以行政院也有 行政院那你把要點拿來 我跟委員報告行政院不是要點喔 行政院沒有要點 但是他有設置 行政院沒有要點啊 但是他有設置國土審議委員會 可以設置國土審議委員會 可以設置誰 沒有要點耶 因為原來的法裡面就是有 我第一天叫政府可以沒有要點 可以設置一個審議委員會 我們 所有的會議都要有都要有要點啊 跟委員報告 沒有說授權一定要設置在哪一級設 但是本來就是我們自己訂 那行政院本身 他是自己有國土計畫審議委員會 我覺得你今天根本就在規避 你根本應該要就你們的立法 你們行政院送出來版本 身為部長 所以署長應該要捍衛 這要說明的一個立場 哪有時候送出來都說我都尊重立法院 而且我剛剛講尊重立法院意思是什麼 你自己認不認同 你自己認不認同 你提出來條文的內容 行政立法 你先說你認不認同 沒有啦 三權分立各自有職權嘛 那 最後我們在法治國思想裡面 當然法律優先 立法院定過的法律我們就是要遵守 你認不認同原來提出來的條文 你先說你認不認同嗎 這齁 不能因為我們送過的法律 立法院改了以後就說我們不認同 不是喔 你如果認同 那才叫做尊重 所以你如果認為你的版本是對的 才叫尊重立法院 沒有啦 你如果認為你的版本 你又已經不對了 你就應該要撤回 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本來就是這樣 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我必須說的是 你根本 所以我認為你根本 行政院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你的想法 沒有啦 沒有改變想法 只是尊重立法院 而這個是 我非常非常遲疑的地方 代表你們還是認為 下一張 你們還是認為 未來有機會 你的國土計畫法 還是 有可能會這樣子做 因為你看到重要公共設施 礦業 土石 農業 這些 未來還是有可能 你有機會 你還是會這樣做 包括礦業法 礦業法 礦業法裡面 我們都很認為說 要用 原來15條 要能夠借殼上市 讓礦業法的條 沒有啦 沒有辦法過 所以立法院最後過了 我們當然是一定要尊重 可是啦 第15條 你也覺得說 可以沒關係 下一條 下一個下一個 你也認為 第24條 你也沒有關係 再來 你的一定期限 你也沒有關係 三個最重要的條 你都沒有關係 法案要經過立法院審議 怎麼會偷渡 因為立法院一定是公開啊 一定是透明的審議啊 討論是我們的討論 但是沒有一個行政官員 一個政務官 連自己的版本 都不捍衛 如果都不捍衛 就請你撤回 請你撤回 你的國土就要法的草案才對 沒有啦 本來就是 你如果不認同 你就要撤回 你如果不撤回 就代表行政院的態度 還是一模一樣 這是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接受 就行政院你不撤回 就代表你還是認為 行政院版本是對的 只是你接受立法院不同的黨 大家提出來的修正案 行政院送來了 所以我要定調 行政院就是認為 你們的版本沒有錯 這是你們的立場 所以要接著往下走 能撤回之後 行政院才能撤啊 一樣啊 地方政府 我能問一下 大家都已經完成縣市審議了 為什麼都需要一定期限 或現在民進黨改兩年呢 大家都已經完成了 只有三個縣市 現在應該也報了 我這次3月19號的資料 應該都報到行政院了 我能不能請問一下 報過來了 如果我延長時間 他們這個送上來的算不算數 算不算數 他們報上來的當然就算數 所以喔 你不能再把他退 你不能讓他有機會 我們就要審啊 還可以在中間有 對你要開始審啊 我們就要審啊 所以開始審 那我們就不知道說 當初都已經報上來 你還有一定期限 我們真的不知道你在 大家在玩什麼 在玩什麼遊戲 我們要嚴格的審 然後我們要嚴肅的審 然後我們要嚴肅的審 所以這個審的時間顯然來不及 因為大家都已經完成了 大部分都是那3月才報來的 是 但是都報上來了 你如果看人家剩下的 從這裡都要審完 所以可以啊 但你把應變期限不再去懶顧 所以那個要有延長一些時間給我們 最後我還是要說啦 我最後還是要說 當行政院 當你們不主張行政院要撤回 草案時候 我就認為行政院的態度 還是法條的態度 只是尊重立法院修法 我覺得這部分是行政院必須要 對所有關心這個議題 也就是所有的環團 必須要有所交代的地方 行政院就是跟大家的意見一樣 謝謝 謝謝我們林委員 謝謝